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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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Almy 這麼巧 還有什麼事這麼苦惱 過來過來坐下慢慢聊 你看你有什麼苦惱 我們能不能回答你 我剛剛跟親戚講完電話 醫生跟他說血糖創新高 提議他轉打胰島素針 不過這位親戚跟我說 他又怕痛 又怕麻煩 所以寧願每天都吃八十雞肉 都不想一輩子打針 剛好今天見到兩位 吳超明醫生和許少文醫生都想請教 就是你們平時跟病人說 要轉打胰島素針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都問 究竟不打得不行 是啊,或者我用近視做個比喻 好像你近視那樣 不戴眼鏡 看東西就蒙殘殘 戴眼鏡就清楚 糖尿病都一樣 你打針,血糖就會好 低下來 如果你選擇不打針 只是逃避的問題 就更好過近視 其實我親戚 其中一個不想打針的原因 就是他不明白 為什麼不可以繼續吃糖尿病藥 一定要轉去打針呢 其實糖尿病就好像濕水毛巾 當你有病的時候 毛巾開始乾 就拿不出水分去稀釋血糖 好到最後 就沒辦法有任何水分去稀釋血糖 就一定要靠打外來的胰島素 弄濕毛巾 才可以治好血糖 其實打胰島素 麻煩嗎? 老人家一聽到要自己幫自己打針 當然會怕痛又怕煩 其實說起又說 胰島素已經發現了一百年 所以無論在胰島素上面 或者在針的設計方面 都改善了很多很多 譬如說在胰島素先 以前是在牛和豬提面出來的 現在就在實驗室 去做一些模仿人類的胰島素 所以有些敏感就少了很多 有例如譬如說 以前是單一的胰島素 現在我們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胰島素 譬如說有些是快速胰島素 有些是比較慢一點的 亦有些是混合針 即是混合快速或長效的胰島素一起 亦有些是混合另外一些藥 令到病人本來需要打兩針胰島素 現在帶一針就可以了 在針嘴方面的設計 亦都改善了不少 現在我剛剛手上都有一些筆 很方便 攜帶很方便 基本上好像一支筆 你帶出去就可以了 它裡面有個針嘴 針嘴現在越整就越幼 刺下去就沒有那麼痛 還有你刺到肚皮那裡 通常在手臂、大腿 通常都沒有那麼痛 如果你試過刺手指 刺手指的病人就會說 可能有少少痛 但打到肚皮 如果你試過刺手指 基本上你打到肚皮 都不會覺得怎樣大痛 五醫生你剛才提到 原來胰島素都一百年了 我聽說發現胰島素的時候 都有一個故事 知道你們香港糖尿聯會之前 錄了一首歌 叫做世紀建議 為何又會想到用胰島素做主題 一百年前糖尿病是沒得醫的 幸好一百年前有個醫生 叫板亭醫生 他拿了十隻狗仔來做研究 所以就發明了 研島素這件事 一百年前就有一個十四歲的小孩 叫做湯迅 他就接受了第一針的研島素治療 之後他就生活多十四年 是生活就不太生存 所以適逢這個一百周年 我們香港糖尿聯會 都做了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叫做世紀建議 這首歌都挺特別的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醫護人員 差不多一手一腳就做出來 我們的作曲 就是一位內分泌科醫生 填詞也是另外一位內分泌科醫生 他們兩個有份唱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內分泌科的醫生 加上有婦產科醫生 有醫科醫生 還有有糖尿姑娘 我們為了希望再推廣一點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音樂影片 音樂影片大概就是說 有一個叫唐叔的人 他最初很害怕 他不敢打胰島素 對胰島素很多謬誤 後來我們有個小精靈 慢慢透過偷通 希望他明白 後來他就明白了 就肯接受胰島素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 以及呼籲大家 其實真的不需要這麼害怕 打胰島素 胰島素是幫到你的 其實除了打胰島素之外 醫生還有什麼提示 可以給病人和他們的家屬 讓他們可以控制血糖水平 我覺得做糖尿病人其實都很難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兩句 第一就是要夠煮動 煮就是要煮多點飯 不要經常出街吃 動就要做運動 如果運動不到就要活動 動動多點 另外就要有心機 心是什麼呢 當然有決心做好事情 有信心 還有要有愛心 愛心是因為你治好自己 珍惜自己的身體 也都是愛心你的家人 肌就是要有些少許機器的輔助 比如說我們需要一些監察血糖的儀器 又或者我們可以讀一下血壓 不知道血壓有多高 甚至乎我們可以戴一些手錶 可以監察到自己的卡路里的虛耗多少 或者做運動做多少 走路走多少步 這些都很有幫助的 真的很好 謝謝兩位 讓我跟親戚說 叫她記得要夠主動 還有要有心機